好接下來呢 呃 又出現新的敵人老 不過我們琳琅大小姐的技能還在作用喔 真的是 很厲害啊 對非常非常厲害啊 果然是高分必備的一隻角色喔 推 哈囉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士部 今天呢第三天喔 所以日系圖更換了 那龍門新街呢 是的 狂暴宿主系列又出現了 那這次呢 對薩克來挑戰滿分喔 對來教大家怎麼打滿分喔 雖然說我覺得打滿分是件滿沒意義的事情 不過沒有關係 就打給大家看吧 好啦OK 滿分的話其實滿恐怖的 那真的是 就是練度要夠高啊 真的我覺得打滿分的條件 就是該有的技能 鑽金三 然後一定金二高練 對不然絕對打不了滿分喔 那我是 我真的不知道這樣子有什麼意義啦 好啦OK 那我們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這邊呢 我使用一隻角色 對就是這個 琳蘭大小姐 哇這個虎火開下去喔 那個狂暴宿主就完完全動不了了 他們就 真的就像在自閉一樣 真的是超屌的 OK 開始吧 好開場呢 我們先下我們的桃金娘 然後之後呢 有黑龍哥按 部署風笛 風笛大二號技能 這邊放上得狗子 得狗子還滿重要的喔 OK 就是一個前期的報廢陣喔 那一樣就是 有費用就開 OK 然後放上校羊 好 之後呢 一樣 搶備用 放上我們的阿能 放這邊 好 這邊呢 我們放上一個擋 擋物 呃這個條件是只有一個主擋物喔 所以不能玩條箱了喔 所以就是個單純比拳頭喔 對就是單純比拳頭 好 好 OK 那這邊 加快速度 OK 前面的話 稍微都比較不緊張一點點 那這邊呢 一樣搶備用 好 這個地方很重要喔 得狗要暈到這一隻喔 好 暈完之後呢 撤退風笛 下我們的 新熊 好 這邊關回一倍速 呃為什麼要關回一倍速呢 因為這樣你才能即時的下閃靈喔 二倍速的話 這邊滿容易翻車的 OK 那基本上 有閃靈在補血的話 就沒有問題了 那閃靈金額的話 超穩 對 超穩 就是用超穩來形容 OK 那這邊呢 一樣 桃進來搶備喔 好 咕咕 咕咕很重要 因為我們這邊決戰技能超多 所以咕咕就是一個負責充電的 好 那這個 不用擔心 對 因為超載模式呢 會把這一隻給帶走 好 那這一隻呢 一樣 過來 暈他 讓他 最後開技能 OK 好 塞媽 放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塞媽可以幫新熊補血 那 新熊的技能呢 對 要扣著 要扣著 好 能天使超載模式又開了 所以這一隻敵人齁 一樣可以把它收掉 OK 好 準備喔 其實這個打法呢 有點凹新熊的迴避啦 對 有 有的時候凹到的話 你就會過關 呃 都沒有凹到的話 就可能會翻車 那取決於你的練度啊 這邊我忘記暈到了 有點可惜 對 應該要暈他的喔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對 就看你要不要開個腦肥炭 因為其實 還是有高機率會震亡 對 所以開個腦肥炭 好 那這邊我們 撤退下陶金娘 換上風笛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一樣把它暈起來 暈起來 好 OK 好 超載模式在進行中喔 所以這一隻敵人 也是會被超載模式給帶走 OK 沒問題 哇 很痛 非常非常痛 好 撤退掉德狗姿 弄不到了 撤退掉 好 接下來呢 可能就要開新熊的技能囉 來看一下 開個新熊的技能 OK 開下去 開新熊的技能 有點太痛了 好 這邊放上我們這個 好 這邊呢 我們放上蓄水炮 溫蒂 對 溫蒂小朋友放蓄水炮 那這邊呢 我們使用 呃 現在是不用 對 如果敵人靠近的話 那就使用這個 OK 呃 開一下好了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幹什麼呢 用溫蒂小朋友把它打飛喔 OK 用溫蒂小朋友把它打飛喔 OK 那慢慢這樣走過來 那走進來的時候呢 對 一樣會被林蘭大小姐緩喔 OK 沒有問題 好 那這邊呢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好 接下來呢 呃 對 又出現新的敵人囉 不過我們林蘭大小姐的技能還在作用喔 真的是 很厲害啊 對 非常非常厲害啊 果然是高分必備的一隻角色喔 推 好 撤退 殺殺 好 往下來 為什麼要放莎莎呢 原來莎莎可以無敵啊 好不好 莎莎可以無敵啊 好 開莎莎的技能 OK 有沒有 哇 一刀就可以把莎莎秒殺了喔 但是我們莎莎可以無敵喔 所以不用擔心 好啦 OK 我們第一寶 欸不是第一寶啦 欸滿分啦 今天的日替滿分啦 對 14分就這樣打完了 一定 只能上 黃金大隊 對 那四星的話 肯定是高練 不過目前我來講 我應該是不行 OK 不過黃金大隊 沒有問題啦 如果你都是滿級的話 那你應該 天天都可以很輕鬆的 對 日替滿分吧 好啦 以上呢 就是今天第三天日替圖 龍門新街的日替滿分的打法 那這一關的話 呃 其實8分也可以解 對 8分也可以解 那如果你要解8分的話 你可以完完全全造超薩克的戰術喔 對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